好 一通电话就搞定了 难怪 那么他要当场跟马总统所谓的告预状 这是屏东县临边乡长陈祝云 向马总统求情要经费 不过县政府很恼怒 说他不懂行政程序 今天呢 陈祝云还有乡公所的秘书 连面召开记者会 两个人澄清委屈的哭了起来 他们说万万没想到 这么一个好意呢 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而且最重要的 根本停电 如何开电脑 打公文 传公文呢 今天两人都满腹委屈 被屏东县政府指控不懂行政程序 就告预状的临边乡长陈祝云 下午声泪俱下 诉说委屈 我当然委屈 我自长三名一代表 到这一任的乡长三年多到快四年 我从来不分男女的 我从不分的 临边乡的乡亲都是我的亲戚好朋友 我还分什么 我只知道要救灾 大家都是灾民 跟县长的口水战 演变成政治的阴谋论 陈祝云委屈的哭不停 一旁的秘书洪俊仁更伤心 因为当初就是他建议乡长 向马总统求情的 我跟乡长报告说 我们没有钱 给这一些具具跟人员 他们做不下去了 请乡长跟总统反应 跟中央反应 跟我们县府反应 但是我不知道后面 会产生这一种效应 其实直到24号下午 县政府的两笔汇款 总共2700万的经费 才拨到临边乡公所 但陈祝云已经为此杠上了县政府 他只希望拿到这笔 得来不易的经费 将全力来振摘 口水战到此为止 专门信我刘一勤高梦 如同SNG小组 评论报道